王小飞和大S终于离婚了 近日两人发布了离婚声明 声明发布后 立刻有记者联系了大S的妈妈 她表示自己刚睡醒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两人的离婚协议 她回应道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他们都这么大的人了 我不会帮他们发言 我顾好我自己就好了 王小飞和大S结婚十年 育有两字 据传夫妻共同财产高达九亿 这十年夫妻恩爱有加 直到今年三月 两人结婚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王小飞还发微博向大S示爱 谁也没想到 几个月后 两人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其实他们离婚早有征兆了 11月5日 王小飞微博宣布 自己改回原来的名字汪少飞 少飞谐音少飞 有者少惹是生非的意思 看来王小飞被自己的婚姻折腾得够呛 而细心的网友发现 她个人社交账号的认证 也改成了小月儿她爸 她还删除了之前去大S那里隔离时发的微博 疑似要和大S划清界限 但是过去关于大S的微博至今还在 两人的关系似乎还未彻底破裂 而王小飞母亲张兰似乎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 她先是发视频感叹 人生啊其实就是认清和看淡 疑似在内涵看清了儿媳妇的为人 随后网友问她两人是否离婚 张兰虽没有回复 却点赞了这条提问 似乎在给大家剧透结局 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 两个人从各个角度看都不合适 小编为您申拔这五个细节 第一点 第一点 这份恋情从一开始就带着污点 安以轩当时是大S的闺蜜 和王小飞正打得火热 结果大S抢走闺蜜的男友 使得两人感情破裂 两人宣布婚讯后 安以轩公开质问大S 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看看安以轩已经被弃成什么样子了 第二点 王小飞和大S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充满风险 如果两人只是谈个恋爱 这事还好说 干柴碰烈火挡不住啊 可是他们仅仅是见了几次面 就赏婚了 这背后的风险可太大了 两人的婚礼是2011年3月22日 在海南三亚举办的 这期间就招惹了很多是非 婚礼现场本来是对外界严格保密的 结果森胡老总张朝阳参加了婚礼 直接晒出了现场的视频和照片 让大S很不开心 王小飞还因此和张朝阳杠上了 而婚礼是在万达酒店举办的 铺张奢华也受到了网友的批评 为此张岚回应 我和王健林是好友 这是在万达的酒店 是他赞助的 而且婚礼的礼金我们会捐赠出去做慈善 结果万达的公子哥王思聪出马了 他表示自己的老爸根本不认识张岚 这句话直接撕破了王小飞母子的遮羞布 双方在网上展开了骂战 王思聪吐槽王小飞是兜里揣俩钱 还总冒充富二代 当年很多人以为是玩笑之语 现在看来王校长说话一直是很实诚的 这些事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预兆 于是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没得到圈内人的祝福 第三点 两人结婚的目的都不纯 王小飞和大S为啥不想让外人围观他们的婚礼 他们在心虚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结婚的目的并不纯粹 2011年对于王小飞和大S来说 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 王小飞家族事业下滑 急需娶一个当红女星来为自家称门面 大S刚好35 事业也下滑 急需找一个财貌俱佳的公子哥上岸 两人一个未名 一个未财 说白了 冲着爱情的成分要打不少折扣 他们的婚礼办得相当高调 高调得有些诡异 这里要说明一下 婚礼越高调 背后往往有故事 不排除结婚的主角在借婚礼给自己造势 当年某媒老板7000万嫁女轰动全国 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时候 媒老板资金已经断了 她是花了七千万作秀 安抚债主的 王小飞和大S的婚礼也是如此 一场婚姻 如果两个人不是冲着爱情去的 而是为了名利去的 他们的婚姻迟早要栽在这上面 果然婚后 两人的名利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婚后 翘江南发展江河日下 不久 王小飞母子被翘江南除名 王思聪不怀好意地评论道 大S已哭晕在厕所 刚蹦都没了 王校长不当舔狗的时候 还真是人间清醒啊 后来 王小飞又投资了食品公司 老婆大S给公司的乌龙茶做代言 结果到了2016年 这家公司就黄了 随后 王小飞又投资了物流公司 还卖起了小吃 结果也不了了之 之后 他又投资了酒店 S Hotel 被网友评价 快捷酒店的配置 五星级的价格 疫情期间 酒店行业遭遇重创 前段时间 还爆出了 王小飞恶意遣散员工的新闻 现在 王小飞和父亲又合作 搞起了房地产公司 可有传言 这家公司这几年压根没赚什么钱 在谈恋爱方面 王小飞和李亚鹏 其逢对手 在做生意方面 两人也堪称卧虎凤厨 后来 媒体就爆出 大S将王小飞送她的豪宅 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了 本来相夫教子的大S 现在也被迫营业 出来参加综艺赚钱 而汪妈也开始搞直播赚钱了 这场婚姻的开始 两人是奔着名利双收使劲的 十年后 他们却名利双失 第四 两人的性格也不合适 汪小飞是典型的北方男人 喜欢社交 他是少有的把微博当作朋友圈来发的公众人物 我们时常能看到他出格的言论 这种真性情为他圈粉的同时 也招来很多非议 他没有遭遇过人间极苦 所以做事不踏实 经常能看到他在酒吧买醉的新闻 而大S是典型的嘴上口吐莲花 思想却保守得可怕 两人婚后 大S不肯来北京定居 就是例证 于是夫妻俩过上了 聚少离多的生活 这样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 而大S在打拼的十多年 练就了一生独立坚韧的品格 但也是浑身带刺 妹妹小S就形容和她在一起 是半君如半虎 这种带刺的特点 在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上 体现得淋漓静致 大S的强势 控制欲 以及对细节的变态追求 让我作为观众都觉得压抑得慌 很难想象 汪小飞是如何与她相处十年之久的 差异太大的性格 能在相遇的初期 给双方很大的新鲜感 但一旦进入婚姻 带来的只有长久的痛苦 第五 两人的恋爱史都很不堪 有时候当局者迷 旁观者亲 两人都有过丰富的恋爱史 从前任的态度就能看出 他们的婚姻状况了 汪小飞在和张雨琪恋爱的时候 被拍到两人互上耳光的画面 汪小飞在和嫩魔驴宛柔 谈了三个月的秘密恋爱 结果这女人早不爆料 晚不爆料 偏偏在汪小飞和大S 传出婚讯的时候和媒体曝光 可见她对汪小飞有多恨 该要安以轩就不提了 汪小飞和前任几乎都是以互私收场的 而大S那边也不容乐观 在和周玉民恋爱时 强大的控制欲把周玉民给整怕了 据说两人分手很久后 周玉民还处在对恋爱的恐惧之中 两个狠角色凑成一对 还能在一起十年 我只能理解成这是以毒攻毒了 总之 汪小飞和大S的婚姻表面美满 实则早就亮起了红灯 现在他们选择离婚 对于二人和家庭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我们祝福他们重新出发 寻找新的幸福 他们的婚姻故事也给我们一个提醒 爱情是电光火石 而婚姻是深谋远虑 你可以奋不顾身爱一个人 但绝不要头脑一热 就和一个人走进那座围城